普里镇牛棉里 有一位民众发现 有一车辆将废弃物倾倒在 守城桥旁的防汛道路路口 在记下车牌后报警处理 经过环保局以及相关单位到场 与车追人之后才发现是误会一场 因为我们这个第三河川局 到这边就是要来清这些废弃物垃圾 那因为今天有三个工地范围 那车上因为那时候挖土机 没有办法直接到这个工区来 那就是刚好这边铁链围住 那我们就是暂时把废弃物先清倒在路上 那这个造成大家误会的部分呢 就是很抱歉 牛棉里长表示 虽然这次事件是误会一场 也希望相关单位 往后也要做好 与地方沟通的动作 才不会造成误会发生 这本所倒到整个 算是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会这样 很不欢迎 整个人都会出现 有点家庭汇气务 家庭的 可能本所对于有的 可能有的签结团 也要立签 可能大家都方便 大家都欲望 这样的 阿伯如果要做什么 我是希望第三河川局 你如果要做好 你既然叫我管理这些 这些问题 给我们 给你们倒议 阿伯要做好 你不知道要把我通知一下 阿伯的购买 我算是五个了 县意员林方宇表示 地方民众有这样的警觉心 非常值得肯定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监督 让环境更干净 民众有这个警觉相当的好 因为现在 尤其是我们南投县 我们的浮远广阔 有些都是山区 全民一起做督工 全民一起来监工 希望说 这些偷盗垃圾者 能够自己自我管理一下 你垃圾堆置在那边 一定必须要透过人清理 垃圾才会不见 希望说 我们不要为别人 制造这些困扰 副议长潘毅全表示 好的环境 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持 除了肯定 牛民里民 能够有这么好的警觉心之外 也希望大家 能共同爱护环境 不随意丢弃废弃物 让生活品质能够更好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